P2P是指個人對個人的網絡貸款 在中國大陸 因為中共政權的背書和推廣 曾經火爆多年 大紀元獲得安徽省 P2P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簡稱胡錦整治辦的部分文件 披露今年中共對P2P的嚴打態度和維穩措施 2019年9月30日 案庫發出關於引發網絡借泰風險事件應急處理預案的通知 要求各省市執行該預案 還要求各地的處理非法集資工作辦公室負責人介入 事實上 已經將P2P網泰風險事件定性為非法集資 並制定了由上至下的高規格維穩措施 通知全篇的內容 都是強調正面宣傳 嚴格保密 統一口徑 維穩如情 防止出現安全事故和社會震動 列舉的九大重點關注風險訊息 也主要是可能引發網泰風險事件的各類謠言 負面報導 以及出借人 也即是債權人聚眾示威 大規模上訪等群體事件 但對於如何化解網泰風險 追查B2P平台 賠償債權人等 事關投資人身家性命的關鍵事項 中共的預案就並未提及 2020年7月9日 安徽省再發出 《關於停業網泰機構全量業務處理和網泰機構退出的指導意見》 通知說今年必須全面完成P2P網泰風險整治任務 而今年整治P2P的最新指導意見強調 盡最大可能在基層化解矛盾 堅決防止出現投資人月級上訪和集訪事件 指導意見雖然也提到了 做好網泰機構無風險良性退出 但強調的重點竟然是網信部門做好儀情檢測 不良信息管控等工作 浮揚市公安局的2020年上半年 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工作情況就表明 在中共指令下 公安部門直接將P2P受害人的合法維權行為 認定為維權和嚴打的對象 市政評論員李林一分析說 中共的這些應急預案和指導意見 與其說是整治P2P 不如說是整治受害人 中共真正要整治的是中國民眾 哪怕是受害人 都是中共整治和維穩的對象 2013年11月 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宣布 互聯網金融作為普惠金融的落地產品 迅速獲得各省市地方政府的追捧 一時間大行其道 因為P2P平台不斷爆雷 令投資者造成重大損失 2016年4月 要求各地開始整治P2P平台 大陸資深金融界人士劉彥林曾向大紀元揭露 中共玩弄P2P遊戲的關鍵 官方先鼓吹P2P 將本應作為壞賬核銷的不良資產 轉手包裝為P2P的理財產品 其次還放開金融監管 甚至還為P2P提供資金持便利 以方便P2P實施旁視編局 劉彥林指出 當風險轉嫁到民眾頭上之後 中共就開始收緊互聯網金融政策 準備刺破泡沫 令P2P爆雷 上述披露的內容文件和頁內爆料都揭示出 昔日力推B2P的中共政府 對於金融泡沫破裂之後的爆雷惡果 並不意外 而且可以看出中共對強制關閉P2P 已經做好維穩的準備